《刷刀》 一路iği道 《刷刀》是很复杂 层次非常分明的内涵 因为稻这个东西我们讲不清楚 日本有茶稻 韩国有茶梨 中国有什么 中国是茶艺吗 中国这个茶稻 这个稻子它的跃远更久 我们从当代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了茶稻这个说法 所以在我看来 茶稻首先它是一种技能 它是一种在室内的雅能 这个雅能能够约束我们的行为 我们通过行茶 我们来约束自我的行为 然后升华到一种礼仪的状态 能够让我们自身 更有一些修养的存在 茶稻它是一种审美 它让我们对一种美的认识 有一定的升华 让我们能够感悟到 或者去发现我们平时 忽略掉的美 它是一种生活的追求 就像去年 我们去寻访了五一山的盐茶 在我看来 每一支盐茶 它都应该负有制茶人的情感 这些感情来源于制茶人 他们赋予了这些盐茶生命 我们能喝到 这个制茶师傅的绝带力 或者是它的挑战性 所以对于盐茶来说 它很像一个君子 这个君子能文能武 茶生活对于我们来说 它应该是非常简单 而朴素的 它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都富有想象力和情感 让我们每一天 都能够在新的一个起点当中认知 在我们干茶紧接的外表 在我们茶汤 晶莹的汤色里 在我们夜底 多多澄清的状态里 我们都能看到 一支茶的生命 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 花开花心 我觉得行茶到最后 最棒的一个状态 就是茶让我们成为生活家 新茶之美 不在于动作有多繁琐 不娇柔不造作 才是真正的茶人之美 用我们的味蕾去品茶 足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